他帮我翻译就代表他暗恋我 那小如跟大发一天到晚帮我买便当 买饮料 他们也很暗恋我 那什么逻辑啊 乱乱讲 什么叫做我乱乱讲 要不要摆明就帮你一个人 他又没有帮我们大家 就你这种笨瓜 你才会想不到 不要骂人好不好 我懒得理你 不要跟你讲 反正我觉得他没有这个意思 我也只是纯粹地表达我的谢意 我这间没有什么 是吗 那表达谢意干嘛一定要送凶真啊 难道你不觉得你送凶真给他的话 Manda就胡思乱想觉得你也喜欢他 什么叫做我送凶真给他 就表示我喜欢他呀 不然你告诉我 我要送他什么东西 送他戒指 送他项链 这两个要不是更不适合吗 那你可以送别的啊 送书啊 送扇子啊 送鞋啊 送雨伞都可以送的嘛 送扇子 鞋 雨伞 你觉得这样对吗 那不重要啦 重要就是你明明就喜欢Manda 但你又不肯承认 我没有 你就是有 我告诉你没有就是没有 刚刚你说Manda安念我 后来又说我对她有意思 是怎样啊 再说我送她什么礼物表达谢意 对你来说有差吗 那也莫名其妙耶 我 反正呢 我就是不喜欢别人不坦率啊 你喜欢Manda你就明讲嘛 干嘛偷偷送礼物啊 还有哦 我 我是她的长官 她是我的下属 我当然有理由有义务要保护她 明明就喜欢她 你干嘛不承认啊你 你真的很 如果你回我们家去啊 我如 我才来得跟你讲了 我根本就回我家干嘛不回去啊你 莫名其妙喜欢又不承认 没有干人 你才莫名其妙的 你不承认你爱说谎 你乱栽桑 爸 怎么了 刚上完大号啊 脸那么臭 谁让你生机啊 就楼下那 楼下那个史瑞克的 他仗的他自己是老板 欺负你这个司机是不是 爸就找他去 哎呦不是啦爸 那那是什么你说 爸 我问你哦 如果有一天呢 你发现有人帮助过你 那你会 送一些礼物当做的谢礼吗 应该会吧 这回报人家 总是应该的是不是 好 那你会不会问对方说 他为什么要帮你 会啊 那就对了嘛 不问就是有问题 对不对 不问就是莫名其妙嘛 这跟史瑞克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爸 那我问你哦 如果对方是个女孩子 那你会送什么样的礼物给他呢 文房四宝 男的女的我都送文房四宝 对嘛 那为什么要送凶针呢 送凶针就是有鬼嘛 凶针 不然 爸 这 如果你送对方凶针的话 然后他又是个女孩子 你想 这个女孩子会不会误会说 你喜欢他 应该不会啊 怎么不会呢 爸 你这个那个凶针上面哦 箱满了碎钻耶 这女孩子会觉得你喜欢他 他会误会的 不是 那个婉婷 你先告诉我 这个 这个 我再跟你说 黄婉婷 你能不能把这个事情慢慢讲清楚 你没头没脑的 我就敬问一些问题 我怎么知道你跟那个史瑞克的 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哎呦 就我们公司呢 新来了一个女孩子 他偷偷的 帮史瑞克呢 翻译了 那个所有的英文信件 然后史瑞克发现之后呢 就买了一个凶针 送他当谢礼 你看 是不是代表说史瑞克喜欢他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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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样子啊 公司里面的女生喜欢史瑞克 史瑞克也喜欢他 嗯 好好好 来 爸爸先要弄清楚一件事情 你刚才讲的那些事情 是不是因为说你 你很care 史瑞克送凶针给那个女生 我哪有什么care不care的 这这哪有什么好气的呢 这好事啊 这样子的话 你看 瑞克他明天端午节以前 他就可以结婚啊 你是吗 要是知道的话 他不知道有多高兴 婉婷啊 你也应该替瑞克高兴才对啊 要好好祝福他 这段恋情啊 可以开花结果 黄婉婷 我从今天开始 我再也不会叫你一声爸爸 脚让开了 起死我 直获明慧 我脾气这么大 跟吃炸药似的 三十几岁 这回来跟年轻会那么早吗 我 这 这 就是 我 我 会 到